迄今为止,人类造过的超过100米高的火箭有两枚,土星5号和星舰 但既然两则体积相当,为什么星舰要使用几十台小发动机 而不像土星5号那样只用五台大发动机呢?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跟要不要重复使用有关了 因为火箭发动机有一个很娴术的特征 就是一旦开机,基本上只能在100%的推力下运行了 哪怕通过节流的方式,也只能将功率下降到原本的7层左右 这就带来了一个大问题,它的使用弹性太小了 比如同样式发动机,但一台典型的汽车发动机 却可以在大约300rpm和7000rpm之间的范围内任意变化 使最快速度和最慢速度之比超过了20比1 即便这样,我们还是要用到变速箱来进一步的拓展汽车的速度变化范围 好,于是到了火箭上改变推力,我们只能靠打开或者关闭发动机来完成了 比方说新建,其起飞重量超过5000吨 也就是说,此刻发动机必须要提供超过5000吨的推力 才可以将其举起 但是当它将有效载荷送到轨道,燃料几乎消耗殆尽 自己重新返回,需要再次使用发动机减速脱距并稳稳的停下来时 它此刻的重量是多少?大约100吨 只有之前的2%了 这就意味着你要么能够让火箭发动机也跟汽车发动机一样 能够拥有非常宽的速度变化范围 要么就装上很多台推力较小的发动机 起飞式全开,降落式只开其中的两台 显然前者我们暂时还做不到 所以SpaceX只能选择后者了 好,除了重复使用这一个原因 你还知道或者认为还有别的一些什么原因吗? 留言区来分享 感谢观看